电脑上这样的话应该噪音会比以前小很多 OK, it's gonna be good, I think OK,OK,很好,这样的话避免回音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看 都能看到图像吗?同学们,看到图像是8个2 我得再检测一下,昨天晚上上鱼版 可好像出现了网络的问题 好,都能看见啊,没问题 如果没有看清的同学,请直接出去 大家重新进一下就好了,重新进入教室就OK了 好,我们说68,68这个词跟上次我们讲了一半 在学的过程中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启示 就是在英语,我们现在学的这本语言叫做英语 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一般会强调说 要了解一下关于英语国家的文化 那么现在最早的文化肯定来自于英国 那么英国在网上追溯的话 就可以类似于我们出现的英语单词 可能说是法语词汇,德语词汇 因为英国这个英文三岛曾经被欧洲历史上的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所侵略过 所以有这么一段历史 以至于在英国的过程中有很多外来词 英语可以说是全世界任何一种语言中融合外来词最多的语言 比方说我们这个店 他们在命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出来老外的思维朴实 其实你要通过物理学了解的话 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什么是店 店的原理大家其实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用 就好比说就连店的这个名称都是用琥珀来命名的 并没有以本质来命名 所以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大家应该去看到外国人那种怎么说 我们要做思维的比较朴实无法 思维非常的朴实无法 好 接下来看我们的单词 复习的时候 做一样 先想下虎扩这个单词 electro electro是店 你不要写着虎扩 已经告诉你是店了 就完全在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个了 按照套路来说 f1动词后日 那反而是比较动词后日的话 一般都是比较始动 都是比较始动 时期电磁化 因此而言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怎么能提高点速度呢 比如说 我就可以写个键上 异地行此后日 再写个键上 安基 安基跟异地的唯一区别 它就是表什么什么得 表令什么什么得 等于是复习 就相当于半学习半复习的状态 再下来 我们说过了 只要是FY结尾的 它在变名词的过程中 几乎都一定会出现一个合成后缀 多个后缀 对合在一起的合成后缀 所以我在解析的过程中呢 会习惯性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复合名词后缀 electrification 电气化 难度系组很高端 但是呢 高频就完了 我记得 电气化也放了四个现代化的分支 好 接下来电生理学 电生理现象 这样的框架的放在这儿 其实不是为了让你们去背的 而让你们去理解 在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高级的语言 在高级的单词 还在等着你们 也就是说 在你们学完这个三万八千词 会数据之后 将会获得一份更加快速去掌握 新单词的能力 那么全程的培训内容也就在于此处 好比我现在呢 在背单词过程中的习惯性的就变成一种所谓的定时思维 看到这样的单词 我第一反应就在 我一看到高难度单词 就用单词 electrophysiology 这单词一出现 马上反应 这单词有几个词根呢 然后就要查词源词典 那有些单词 你查词源词典 估计是查不出来的 为什么 像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显然就不是说你查词源能查得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 把它改成单个词根查 electronics 两个 最早的单词我们学过了 physical physical是体育的意思 我们将来会设计的单词 我们翻译成最早的含义 有两个含义 physical是物质 还有引申意 是物理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身体 人的本源 人的这个物质的身体 physical 但是后面在讲的过程中呢 我就再思考一个问题 讲单词的时候 最反感的叫做连字符 连字符是非常讨厌的一种东西 因为它本身没有实际含义 它就是为了拼足而存在的 英语中是为了拼足 算是不择手段 我们常见的形式呢 我就把那个连字符放在这里面了 之后我们会对这个词根做一定的 完整解析 IoGy 所以在学的过程中 现在大家应该跟我一样 尝试去具备一种定时思维 在看到长单词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你在查的过程中啊 那这个单词 我就告诉你 你查词源的时候 你能查到 我标出的红色部分 你想把这一个完整单词 还不太现实 词源一般反映的是在19世纪以前 对于语言现象的描述 那么由于20世纪到21世纪 世界各个领域的超运速发展 以至于这来不及收集到词源 就已经造出来了 这样的合成词 告诉你有什么回事就可以了 有了这个之后 如果你学过最图浅的 叫做Technology 你就知道 当ST IST 名字后对 小声音这么加 科学加各种的加 放上去的时候 把外边I或者直接去复就OK了 同样把外边I加IC都是I 所以呢 去复一个 这是我们现在所具备的一项 英语单词的足迹能力 我们很快就会接听词根100了 有人都觉得说老师后面能不能讲得完呢 已经过半了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过我要加课 对不对 你们很有趣 我会加课 我肯定会讲完 我只是跟你们一开始就说过了 刚开始讲的时候呢 是不想把这个弄得太多 我线下课程最长时间是讲120个小时 但是你们建议进来的话 我肯定会讲完 线下课程会有一个互动 会呢 讲课的速度会符合学生们记笔记的速度 因为你线下嘛 学生们只能听一遍 不能听回放 所以呢 我会比较顾及学生的心理 但是在线上不一样 线上的好处是 我完全可以不顾及各位写作的 就是抄写的速度 因为有回放 我知道你们有回放 所以365件回放 就是为了方面你记笔记的 没打算让你当堂记 你们的目标就是多看两遍就OK 随时随地下载到手机上 平板上就可以直接学习 当然得挂挂网啊 包括他 这几个后缀呢 如果你们学到现在了 就应该知道了 电生理学的 那么有没有变上的副词形式呢 其实有 但是我没带来写 原因很简单 在拆10万次回复记的时候呢 还有个标准 好歹有哪些单词可以做 那么下一个单词 同学们你可以猜测一下 下一个单词的词根部分是哪个呢 同学们 electromagnet 电磁石 写错的 表学术 表学术同学同学们 我们在看的过程中 首先这一点核心要点在这里 再来下一个单词 electromagnet electromagnet 我们先看电影 electromagnet 我确定一下 是不是 Aerror map 这一段比较恶心 就是托尼斯塔克 他刚刚被医生救了回来 然后鼻子里面插了一个特别长的导管 我刚刚被读过来的 是什么 对方的导管 我确定一下 对方的导管 是什么 对方的导管 对方的导管 各位同学们没有声音吗 我重新试一下 好再再重新试一下 现在有的吗 OK 看来为了防灶这个问题 先这的吧 OK 看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再提个醒 在学英语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这么一个套路 就是你看片呢 我一般分成三个等级 就你在练听力跟口语的时候 这个等级分别是这样的 第一个叫做动画片 但是动画片你们不能随便练 原因其实很简单 学习动画片的时候 不能使用北美的本土上映动画片 你们要使用动画片是全球供应的 那么他们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得了 所以在全球供应的动画片的写作剧本 以及对白台词上 尽可能的是让全球观众能听懂 这种强势的美国文化的 美国文化的一个袭击相当于的事 袭击各个国家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看 比方说马达加斯加这样的 非常本土化的 给美国native speaker小孩子看的 各位有可能很多看不懂 因为有太多的那些不同的语言表述 不同的语言表述 所以第一个是标准 大家要看全球化的动画片 第二个就是我要强调看科幻片 科幻片中我承认的确有些单词 特别复杂 比如说刚才让你看到的 电磁体 这个是就刚才那个医生用的是 汽车上面那个 应该是类似于蓄电池 然后做成的这么一个电磁体 来吸 来就是相当于吸住 斯塔克身上那个 往心脏扎进去的弹片 你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做 electromagnet 单词是mag 那个单词我们后面会做一个大词根 你不用着急 我要跟你说的是大的意思 这个词根的含义是大 这个单词最往后就是引力的意思 也就是说引力产生的含义是吸引 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上所说的 物体越大 它的引力就越大 当然我们是没机会说去拜太空 体验一下地球对你的引力到底有多大 至少我们现在被牢牢的吸附在地面上 名字后认 这种的电磁体呢 点燃点形是那种专业术语 可是你在看动画 看科幻片的时候呢 也属于什么星际迷航啊 星球大战啊 以下的机械类的环业横海 非常常见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看习惯就好了 在我上走 在我下走 其用词后认 好 什么什么电磁学 在讲的过程中呢 根据我们的经典套路 ISMS放在一起 要视为完整的名词 学术名词后认 ISM名词后认 叫什么什么学 至于另外一个电磁学 但是一般推荐上面的 我们说过的ISM名词后认 ISM名抽象含义 什么什么主义啊 这么一条套路的 再来写下电解液 电解液 好 同学们猜测一下 这个电解液 它的词根应该是什么呢 电解液词根 含义能不能推测一下 根据我给这个中文含义 我们很快要突破100之后呢 就要进行中级词会出击吧 猜测肯定是溶解了 就是猜测这个词根长什么样 哪几个字母构成词根 你敢不敢猜测一下 有没有这个胆色 猜的比较接近这位同学 你把那个意趣的就算对了 刚才猜测的这位同学 你把那个意趣的就算算对了 这个单词是这么多的 如果你们有对对稍微单词背着稍微多言的话 你们有个单词要个分析 analyze analyze 一个单词 就是一个高中词汇 高中单词叫做analyze 这个单词是一个动词 分析的意思 他的家族中要给你们写一下 z跟s其实在我们英语中不算什么遍体 真的不算什么遍体 这是我们的后面的词根要见到的 先告诉体验给你们 展开 体验给你们说一下 analyze 动词后 这是分析 所谓的分析呢 就是把一件东西展开 老白很清楚 这个分析最早就是拆开的意思 不管是你拆摩托车 还是拆什么部件 把这个树皮拆下 都叫这个 所以电解这个单词 就来自于分析这个词 就是用电分解 四面意思肯定是用电分解 毫无全面 电解的意思就这么来 这就是词根无处不在 名词后正 反正意去的就对了 好 有了这一块单词之后呢 精彩的后面 哎 形容之后这套路 对不对 包括什么的电解液 电解液的话 你看 我为什么要讲刚才这个 就是为了打这个箭头 在英语的音乐规律中 S跟Z呢 其实就是美式跟英式的差别 美式喜欢用左辅音 英式喜欢用轻辅音 就这么区别 美国在这边还蛮刻意 对不对 化学作用的 什么电解作用的 电解质 电解质 我把这个单词的词画过来 打个箭头 就算给你们一个提示的 所以你会发现 I是连词符 S名词后正 它表示 复数 就到这儿 电解作用 而此处呢 你会发现 化学专业所说的 化学领域所说的 你要说电解的话呢 最早我们学的是电解水嘛 产生氢和氧气 这种模式见过好多回了 那接下来 猜猜下一个单词 词根是哪个呢 把这些电词 那肯定有个词根 属于杀死某人 出死的意思 Cute 这个Cute 你可不要翻译成 可以理解为那种 Cut 斩杀的意思 但这个杀 我要跟你们提前说清楚了 这个杀是另外一个斩杀 多说一句啊 多说一句 到后我们就该速记了 所以该该push的时候 已经到了 这个词根 其实有来自于一个基础词 多基础呢 写出来 你就到处基础了 Decide 这个含义呢 就我们最清楚的一个简单词 叫做决定 什么叫做决定呢 看我们的等号 D向下 CID呢 是 我们说含义 一个是切 一个是杀 这个切呢 向下切 切分划分 后来引线叫裁决的意思 向下切 我就裁决到这了 裁决 感觉也是裁开的意思 它跟裁决还有区别的 有了这个之后 看它的家族成员 CID 啊 切错了 CID 就写CID 忘了 下面有过 看到了吗 这叫做应变规律 对这个词根的杀 还有的 那么暂时 就用电 用电把对方杀死了 处于死型的意思 那同理可证 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Q 这个 Electrocute 还有高中版质分 出一起 出行 XQ 出行 看清楚就这么来的 公里可证 电截 自己查一下单词 告你了 接下来是电焊条的什么 什么电截 这单词的话呢 我放在这 我就没什么办法了 为什么 有些单词 在造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 这个后置就一定表什么 尤其这样的专业术语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视为Ade的变体 还把它可以视为我们最熟悉的Ude的变体 下一个单词 在它的基础上 什么电皮活动的呀 电皮就皮电性质呀 这个单词值在电极上面进行扩展 那么在拓展的过程中呢 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说这个词根就一定怎么怎么样 是动的含义 所以呢 我得放在这儿了 形容词或者ERN ERM 这个含义的非常罕见 五万九千的 其实我要跟你们说 达到五万九千的单词 你几乎大可不必 没有必要背了 只是在将来有一天 你去看专业术语的时候呢 或者某个科幻片里面突然出现 这么一个倒霉单词就可以了 接下来电力学的电力学 首先跟学没什么关系 电力 那哪几个字母表电力呢 力量的力 同学们 交给你们了 交给我 哪几个能表示力量的力 你们觉得 这是我们后面要处置的一个 大学四六级词汇 GRE考研 托复亚词都有 这单词之所以难的是因为 这是希腊语单词 Dynamics 力量权力统治者的意思 就我实话跟你们说 在学习专业术语的过程中 有时候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 原学者的话呢 希腊语跟拉丁语呢 的确是需要俯修一下 不是让你去精通 至少俯修 你将这个单词 我在查单词的过程中 词源 Dynamic 它的确是有力量的 就是有力量的意思 为什么 它是比较动态的动力 IC这个形式的破坏 IC这个形式的破坏 含义呢 我将给你扩展吧 力量 动力 电产生的动力 IC 形容词 或者 以我名词含义 但这儿呢 就只引导的 才形容词 然后我现在啊 告诉你 这个力量呢 我把希腊语的这个名词 给你写一遍 词根是没有变了 希腊语全球长这样 在希腊语中 这个单词是 力量和权力的意思 力量 权力 统治者 因此而已 因这一动态的 是我 所以这样的单词 之所以 凡是看到那个单词啊 从拼乳上来说 比较难搞的 其实一般都跟下雨发沟 每次查起源 就感到特别上赞 I3D名词后 在学著名词后 权力 力量的力 不是你有权力去告我是权 掌权者的那个权力 接下来新电图 高学们来复习一下吧 这里面有三个词 给各位写一下 根据字面意思 根据你们学过的前决根 后这有三个词根 第一个你已经知道了 另外两个帮我写一下 Electrocardiogram 心电图 这心电图 你要说难吧 生活中还真能碰见 比如说 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 尤其是狗血电视剧 男主员工 女主员工 最后得心 得病死的时候 心电图就是 变成横线了嘛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信用说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就这种概念 超级无聊 超级无聊 无语 所以你看英语单词 词根 越高几个单词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 是越好 对 是因为你已经掌握了 一定的词根词对的水平 那比方说 这几个单词 我给你把单词给你写出 将来会讲到 Cord 是心 心 心脏的这个心 中间呢 是不是连子符 是的 连子符还不够 它是理养 个 Cord我们就是说 把心的意思 所以这个连子符很讨厌 做一个gram gram是写的意思 画 画出新电图 就这样 画出了新跳动的电图 是什么 新电图 线上 这是我平常记单词的核心玩法 核心玩法 Coreagram 所以单词就这样背了 所以词根呢 掌握500词根是核心 下一个电击疗法 电击疗法呢 我想说明 它算是一种合成词了 词根加上它 Shock Shock的含义呢 最早用震动的意思 所谓电击疗法 这个单词说的很到位 它有震动 震惊 Shock 电击 电击的话就让身体震产 然后激活心脏 再次跳动 就这么一个含义 它用的不是说是 击打 而是从身体震动的样子来描述 电击疗法 就我们叫做Clear 碰一下 来一下的 你们可以感知一下 比方说美国队长二中有这么一道 就是电击疗法 要脱了 I'm not going to ask you again Fox Trot is down, he's unresponsive, I need EMT Is he going to make it? I don't know Tell me about the shooter It's fast, strong I got a metal arm Polistics Three slugs, no rifle light, completely untraceable So we have made Yeah Maybe later Don't do this to me Stand back Three, two, one, clear Talangalmoshio的电击 电击的话呢 不是用描又用电去击打 而是让整个身体震差 所以英语单才命名所用的是shock 震惊震动 这个shock 全身震动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所以引语学习的标准呢 也就是去深度理解外语思维的一个套路 仅此而已 再往下走呢 就很有意思了 这几个单词我们先说重点 接下来这几个单词我都是词根 开头 所以根据我们的经典套路 可以保证是这么一个套路 故事展体啊 具体说明第一个 chemical 你学过chemistry 化学的没什么可说的 再来一个机械的机械单词 mechanic 一样是机械的 再来什么电勇啊 这个单词 electrophoresis 在那里面可以猜猜化学电勇这样的高级单词 没有高级单词啊 就变态单词 高级 一点都不高级 生活中几乎用不到 但看的过程中呢 还得讲 我的原则呢 始终有点强迫症 再看到词源 就说词频中一旦出现这个单词 雾免的还是要说一点这样的事情 电勇 电勇这个单词 你们能想见什么样子吗 这是来自于原本的法语词汇 之所以是电勇 我要告诉你 phores es 法语中的原始词汇 is连字符 这个电勇呢 在法语中的单词 含义 我们叫做运送 运送 他标复书 下个单词 脑洞的 直接写了 这个单词 在讲的过程中呢 哎 怎么说呢 一眼表使动 我呢 不是造这个词的人 所以各位 你们也不用造词 我们在学端词过程中 始终遵循一个原则 就是用正确的方式来理解就好了 比如说希腊语词跟头是长这样 我自己不想拼 每次拼都超级飞机 跟图挂钩的 就是写的 gram grass 都是一样的 破绽 画图 脑电图 心电图 今天学的不少 很牛茶的单词 再来后 就是机电图 机电图 描述图啊 等等的 就是肌肉 然后那个正颤抖的 我们还 在追 muscle 具体来追 这个哪呢 不能确定 我只告诉你 有什么回事 再来下一个光电光的 这个电光学 合成词 opt 本身含义是眼睛 用眼睛能看到光 所以后来有光的含义 再来 Ic 行用词后 再来电烙数 电烙铁的含义 cultry 也就是说烙 烙印 然后加个电 就变成电烙铁的 合成词 不再多说 你们可以在拓展的过程中 自己去查询一下 有电烙印 就是说我们烙运的意思 但这个含义很难查到的 这告诉你什么回事 包括电镀 Electroplate 电镀物品 有电 我们说plate 还有盘子的意思 再来什么电火性的 active 过程词 然后变色的 这个词根还是讲一下 虽然有单词 不在我们的重点评定表里面 但是作为五百词根里面的 拓展词 我还是得写一下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Chromic 804根 带颜色的 变质变色的 516 3 516 5163 69 我们做一个实验 这个什么实验呢 各位请根据你们的讲义 把69里面的核心词全部在旁边给我写一下 你们觉得核心词提前自己先写一下 写完之后呢 发在旁边 你们能找到几个核心词呢 因为这个单词跟我们前面学过的好多单词一样 极度的规整 除了个别后面的这个前三个词根过程很规整的 准备好同学们 开始写了 课堂现场练习啊 同学们 这个非常重要 把你时间完成 按道理来说 全部弄完 应该在一分钟之内 全部弄完 应该在一分钟之内 因为这个单词我准备快速讲 只讲核心词 它就够用了 不要让我失望哦 旁边放一下 核心词核心词 把你们认定的核心词全部写出来 看不一定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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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occlude ok 没问题 it's gonna be perfect 看来各位都很熟啊 我这种排序模式 相信你们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 好 我们先定义核心词 核心词一 核心词二 核心词三 核心词四 这单词急剧适合我们之后 英语词会终极速剧的一个解决模式 我们将来怎么讲单词的话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判 提前的预判 就类似于这样的含义 作业呢 该课下完成 就是课下完成了 核心词close 核心词九 closet 地除 这个就不用多说 closet词下密盘 tropos closet词 后面几个单词的话呢 只是算它的合成词吧 合成词不用多讲 一会儿我们再说先以识的为主吧 先以识的为主 而第二个要求同学们 请把常见的核心词的前罪跟后罪 全部写一遍 在旁边发一下 这些钱罪分别为哪些含义 讲完这个 做完这个练习 我们就可以开始解析了 好 前缀同学们 有些东西都会拆了 向内观 各种的 把前缀起它就行 但是复起了 因为在前面咱们学过 price 按压 向内按压 什么向内看等等的 也都见过好多回了 正好这个单词 又是相同的词根 不同的前缀 相同的前缀 不同的词根 说特大可恶 所以我准备这么玩 第一个 向内 第二个 向外 复习啊 在一起 再来 se 你学过 ccollect 这边那个挑选吗 增开 卷出来的 就是挑选的意思 而 一 光辉 欧加双斜 辅音 两层含义 它不是表强调 就是表反向 price 拉丁前阵 在前 close close没钱 这啊 只有后队 一 十 动 ok 同学们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 include 第一个 关 动词后追 老样子 一个系列的 conclude clude 看到了吗 同学们 能跟上速度的同学 刷个7 知道我在干嘛吗 我们叫做含义推导 目前为止我什么都没干 就在不断的给你们玩含义推导 先把前7个非常关键的推导出来 那么你就看含义了 这个单词好在哪呢 根据字面意思 真的是非常的直白 只有叫做速度 我们将来讲单词的速度 不会像现在这么慢 关进去包含 include ok 下一个 关到外边 关到 关到外边叫做排斥 没问题啊 好 下一个单词 关在一起 总结 能跟上吧 同学们 其他人跟不上的同学呢 你就先一会儿看回报 但是能理解吧 所有人都能理解吗 都能理解 再发个buff 我来看一下 各位你们都在听直播的同学 看回报的同学呢 你们就是再重新看一看就行了 这个字面意思 为什么好理解 是因为他的这个逻辑啊 跟中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是一点区别 你都看不出来 分开关 把你分开关一边 不是隔离吗 这单词多简单 隔离 你说到隔离 第一反应 应该是某人生了某种疾病 防传染的 再往后走呢 就变成什么退居啊 隐居啊 与世合绝 所以在英语中 我觉得很神奇 在哪啊 跟中文最大的区别 就是因为语境啊 英语这个同样一个单词 他使用的语境 跟中文的语境未样 我们都说 把这个人隔离起来 一般是用于医学上面 什么防治 防染病那种的 这个人 生活在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那说明这个路途 艰险 不是他想与世隔绝 或者说这个人 愿意与世隔绝 或者说 那是于中南山后 活死人物 神雕侠侣 绝即将 作为这种的 就是隐居退隐的意思 这就是说 你绝对不能用 所谓的中文的语境来 中文的含义 来去思考 这个英语单词 没可能的 你只能通过 中文汉语意思的语境 来去思考 这个英语单词 可能使用的语境 这才是我们学习语的知道 应该把它写下来 特别说明 必须通过使用 汉语意思 所代表的语境 来理解 并 写错了 灵活 运用 英语单词 的语境 没问题吧 能听懂都去发个识 必须通过使用 就你们在写作文的过程中 这些单词 你都不用问我 根据字面意思 你就知道了 隔离 孤立 隐居 那个孤立有可能是被边缘化了 就是一群孩子们 要说上中去的时候 我就经常被孤立 我在一般做第一排 每次老师进来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在学习 现在在打游戏 然后我就被孤立了 因为他们认为 我没有跟他们去玩 当年的卡厅车 什么CS 穿越火线 反恐那种游戏 然后我就被孤立了 被孤立完全取决于全部的 就这样 所以我背单词 我成了 他们都没成 就是简单 所以被孤立其实很好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 reclude 往回关 我们翻译成退隐 退回去 关回去 接下来 接下来 反着关 堵塞 因此而已 reclude 最后一个呢 pre 关在前面 预防 关在前面 把什么什么 关在前方 就提前拦住的意思 预防阻止 有了这一组单词之后 这单词就速度快多了 不是效率一般的高 而相当高啊 有了这个框架之后 好在哪呢 来同学们 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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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 表界词 依地 行此后缀 依而 名此后缀 它表示 误 但是在讲过程中呢 有一件事情 再次复习一下子 你们看到这个了 对不对 clue 这样的应变规律呢 是我们之前 老师说过的 那么政府 卓服应做动词 亲服应做名词 这没问题吧 考试的时候被包围 没有用啊 别说考试了 在考试这方面 我就有 我有几次 因为没有帮助 就是没来得及 协同别人去作弊 哎呀 那真算是 不是被包围 是被围攻 被围攻 所以在我看来 我的中学生活 用黑暗来形容 都非常的委婉 非常的委婉 我在中学生活 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 因为他们认为 就是 哎 就就 往事不堪回首 月明中啊 忘了说了 这还少许 稍写一个啊 看到 所以我就不再多说别的了 你看 LON LON 名词 LY 名词 ED 请用此 安基 此处为 借此 IVE 启用此 包固在一起 合成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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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 后队 线上 LY 副词 后队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任何一个单词 曾经 或者说是你不认识的 同学们 发现了吗 所以这就叫做 英语词会 注意 越往后走 咱们这样的单词就越多 前面这些东西 都是100词根 相当于干嘛的 给大家做个热身 100词根 讲完 基本上就接近1万词货量了 10大10的1万词货量 你们可以数 我们都标得很清楚 当然其中还包含你们一些 基础单词 基础单词有850 这个基础单词也不在乎 也没必要讲 苏果 大词 苹果 banana 这东西 香蕉等等 太扯了 所以我们说 你的词货量绝对够了 当有了词货量之后 整个单词的森林 至少 能看个大概了 ALY 使用词货货货 IVE 使用词货货 SM 名字货货 如果你在标的细节的话 你把什么什么主意 那前七个核心词讲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LY 副词 我什么都没变 因为它的核心单词啊 它含义进行完全的拓展 那么只是最多换一个词性 这就是我们英语词货的途径 将来讲单词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快到你们都觉得 这些单词你真觉得没必要 是细的细讲 根本就没必要 因为跟上面完全一样 我就没必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了 再来同样的 我就直接写了 LN NG 到现在NG 我们见过的一统节 最早现在是表写用词 然后呢 是表了借词 还有呢 表动词的现在分词 还有就是表动词的 动名词 无非就这么几种情况 咱回来导过去 好 好 接下来 ORY 形容词后缀 IVE 形容词 LY 副词 IVE 形容词 IN 表否定 讲完了 就这么一堆词 仅此而已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难度习数 决定性的 非决定的 正反一词一拓展 前对后的累加 单词越被越 单词越长 越好 被效果越明显 第四个 第四个 IVE ET 讲完了 seclusion seclusive I'm secluded 所以的 没学过音标的同学呢 我在群里面给大家不是发过两个东西吗 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音标 给你们发过没有了 我问一下 我确定 我确定是在群里面发过没有 发过一个音标软件 让大家用windows来进行点读的 点读 第二个呢 就是发那个 呃 音标的一个截图 有吧 呃 各位班长 你们可以带给其他同学的发一下哈 如果插进来的同学呢 你没看到的 找我们群里面的班长或者助教们在 对班主任老师在要一下哈 被你们发过去啊 windows用啊 不是安卓系统啊 安卓系统就用不了了 那是windows 我这么多年来保存的 你看 启用此后这 推影的 MV1 上后走 六万随平表中 IoN MV1 看不了群哈 嗯 嗯 这就再等一等 IoN MV1 这简直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模式刻出来了 根本就是同一个词根换前置 换完前置换后置 换完后置 再加新后置 接下来 close close close是官的意思 除了官什么呢 还有靠近 所以它有两层含义 官引申出来的含义是结束 靠近的含义呢 是亲密 两层 两层的关系 close 这个关呢 可以理解为大家关在一起 非常轻易不见的意思 一根据我们常见的含义 它一般是动词或者是 或名词后置 还没完 偶尔不要形容词 有了这个之后 大家看效果啊 DD 形容词 ASS 名词 NG 形容词或动名词后置 LY 不词后置 最靠近的 最靠近的 DST等同于 形容词 最高级 后置 最靠近的 DST等同于 形容词 最高级 后置 最靠近的 DST等同于 行词 最高级后置 不掩盖的意思 那不掩盖的 DST就变成了 探索的意思了 所以同理可证 Close 这个反义词 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你会发现 下个单词是 双重否定 有表的肯定 未泄漏的 就还是隐秘的 就是觉得 这老外思维啊 真的朴实到 让人觉得 你们还不是 不要不爱编编词的 再来 应变规律 这单词比较罕见 所以给你写出来 关 closure 结束 讨论中结 closure 幼儿一 咱们学过 structure 名词 双词性 名词或动词或对 就这样来的 那么T呢 作为它的名 动词形式 T的发音比较 比S强嘛 所以在拓展的过程中呢 T变S 这个关系呢 大家应该能够 完全的理解 closure closure 我当初好像这儿 居然没有画颜色 这单词 我就没有再进行 更多的拓展 因为它还是 例如Service的一个系列 还是关的意思 UrE 又是名词 或动词 后缀 disclosure DIS 它表 否定 就完成了 然后Self呢 自己 closure closure 核心词9 真的没必要讲 这个点放开就行了 因为close 你见过 就相当于在close的基础 再拓展一个 你想把它当成核心词 把它拓展到 自卫导服里面 你随便 close inclose 就这样动 同样可证 不用再多说了 UrE 见过了 TD 见过了 Self 见过 N回了 再来close close 什么意思呢 是关 ET 名词 后缀 此处 词性 较多 为什么 ET呢 作为名词后缀 比较小了 它的概率 几乎是90%以上 有没有例外 有closet 它就以名词为主 还有 那个closet的这个含义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 大家这不知道同性恋呢 男同性恋叫做 那个怎么来 男同性恋叫做gay 没问题吧 谁知道女同性恋呢 这位同学 你是故意发音译吗 女同性恋叫做lesbian lesbian 这个东西呢 你要知道在各个国家 不管是文化中 因为它违反一个自然规律 两性相吸 所以 在英语中有这么一个说法 同性恋 的 同性恋 叫做公之于众 我们把它称之为出柜 好 同学们看到了吗 lesbian 女同性恋 vs 男同 男同性恋 稍微个男字 稍微个男字 男同学别 如果将同性恋的这么一个 就是个人的这种 性取向 公之于众 我们叫做出柜 就有很多人 如果你出 你要看美剧的过程中 说这个人什么什么出柜了 翻译的时候 就是他将自己 那个对于同性恋的 这么一个性取向 公之于众 就这意思 如果你们看 中国大爆炸 有这么一块精彩的 我们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 有机会的 Club it 所以这个 这个壁橱 有时候 中国大爆炸 有一段 就是说那个Rush 他为了躲避 就跑到 壁橱里面 躲其他人 然后有人就嘲笑他说 哎呀Rush 终于躲到柜 柜柜里面了 然后等他带出来的时候 变成了 哎呀Rush 出柜了 出柜的一层 全体都笑了 很多中国其中 出柜 就是从壁橱里面出来 如果你只是 领悟到这一层的意思 那这个笑点 肯定就笑不出来了 那反言之 如果你确实领悟到了 Congratulations 你们对于英美文化 就有更高的一个层级了 接下来 在柜子里面逆谈 就私下逆谈的意思 显着个比喻译吧 比喻译啊 密室里面谈 比喻译 再一个Forkloss 前 这个前面 是关在前面的意思 关 关在前 阻止 排除 还是乱样子 close关的意思 那么closure啊 就是除回的 排除啊 你们取消啊 这个取消底 压品 如回转 这是特定的语境 所带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单词 还是在他的语境中 使用就可以了 U2 视为名词 后缀 那 comet closure 你们都会啊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面 后面还需要个别单词 后面单词 其实你们都会了 这个单词下节课 一分钟就不咱们搞定了 我们现在 我是后面还有课程 所以先到这里面 感谢大家 明天晚上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